在绚烂的烟火过后 向往远方和梦想 黄姿怡的创作在梦中启程 黄姿怡的作品以压克力颜料 绘制于木板上来进行创作 在长条形的画幅中 引导观者将视觉向前延伸 在广阔的天空与海平面中 远方笔直向前的道路 看起来有些漫长 沿着不同的风景 仿佛跟着画面中的主角 在道路上一并同行 骑着摩托车 不确定下个路口 该往左还是往右 只能朝着疑似目标的方向迈进 似有若无间 反而更令观众有意无意地逼近凝视 形成它独特的创作风貌 每个人在求学的阶段 或多或少都会面临几条十字路口 经历过这些才能帮助自己 找到最适合的道路 黄姿怡的作品刻意运用宽幅尺寸 如同电影中的画面 电影里的场景 终是令人印象深刻 景观画面 散发着迷人风情 利用人物及空间相对呼应 让画面自己说故事 这种长镜头取景的手法 及大面积的留白 看似客观 冷静 却也显示对未来的不安定感 颇能给人深刻持久的印象 在渲染的烟火过后 更加忧郁 向往远方和梦想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